美国企业研究院 今天很高兴能够在总统府 欢迎美国企业研究院 民主及安全访问团来访 AEI 有很多的学者跟专家 都是我们台湾长期以来的好朋友 我在2011年 我也曾经拜访过AEI 我也很高兴看到 波顿大使能够出任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 过去一年多以来 台美关系有很多正面的发展 包括川普总统宣布对台的军售案 或者是在首份的国家安全战略当中 再一次重申台湾关系法的安全承诺 都让我们有深刻的感受 就在前几天 美国国务院公告 台湾潜见国造的行销核准证 这不仅有助于台湾的自主防卫 对维持台海和平和繁荣的现状 有很大的帮助 台美之间的合作 不仅是在国防上 在经贸上也有很多的互动 不论是选择美国投资高峰论坛 或者是农产品贸易友好访问团 都持续的在推动当中 要再一次的强调 台美双方有一致的战略利益 台美关系的稳健发展 则是印太区域保持自由开放不可或缺的基础 台湾有充分的信心来维持这个区域的和平稳定 上个月 台湾旅行法已经正式生效 我相信台美关系将会持续升温 我们将持续跟美国正保持密切的沟通 透过互惠互助来达成合作双赢 我也希望长期关心台湾的普雷克 资深副院长以及各位好朋友 能够提供我们更多的建议跟协助 最后再次欢迎各位贵宾的来访 祝福这次的访问行程 可以圆满顺利 谢谢大家